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9日 星期五 很快股市便会进入10月下旬 今个月市况相当反复 由2号高位27716 跌至今日暂时低位250090点 单约跌2626点 如果说波幅来说 其实一点也不小 不过整个10月份 技术上有一个情况 大家应该想一想 今个月11日 指数最低见过25125点 是日中低位 即是说高压分钟 已经跌穿去年7月5日的低位25199 不过修时没有跌穿 即是属于一个假的铁坡 到今日日中的指数 最低是250090 技术上更加创了今年以来的低位 当然在那一刻也跌穿去年7月5日的低位251199 但其后事实快速反弹 亦是一个假的跌破 即是说在25000点 左近平台 因为做淡那些不够胆地任意去追击 很明显看到这一点 不过今天的大市 由低位这样一个技术上的反弹 幅度是很明显的 当然是有賴A股 A股曾经创了这几年的低位 其后就大幅度反弹 刺激到港股 亦都是同步回升 不过从一个技术层面来说 指数直到这一分钟 暂时来说是3点半左右 是25609点 仍然受制在10天线下 即是说我们要等到10天线 慢慢慢慢地跌下来 而现止是攻破了10天线 或者站在10天线上 会出现一个初步转型的势头 现在这分钟 技术上是有少少在25000点 不肯录的形态 但我们也要等 等到指数回到10天线上 才可以进一步肯定这个情况 中美的贸易事件 仍然是市场的焦点 而两个领袖 据说会在G20峰会碰头 我自己个人觉得 如果习近平和特朗普 真的在G20峰会 大家坐下碰头 绝对不会问一下 今天天气很好 你又怎样我又怎样 不会说那些废话 一定是事先 就中美贸易相关的问题 是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出到你 而两个领袖 也都是愿意接受的 所以很大机会 大市会在现在这一刻 即使有反复或者有少少的波动 不会跌得太多了 直到现在这分钟 我当然仍然维持我的看法 整个贸易战第一个阶段 就是美国出招 中国还击 到第二个阶段 就是等机会谈判 等的时间要多久 不知道 谈的时间要多久 也不知道 不过我自己觉得 到最终 这个谈判有了出来的结果 美国就赢不完 中国就输不完 这个我在几个月前 已经是这样说的了 问题就是 当整件事情过去之后 大家要想一下 市场会发生什么事 今年1月29日 是33,484 到现在 今日的低位 25,090 即是说 今年的高位到低位 已经跌了8,48几点了 讲波幅 我觉得一点都不少了 只不过市场没有弱人 好了 期间来说 第一季第二季 二至第三季 到现在这一分钟 机构上投资者的表现 都是伏線捉塵 如果市场这样跌 你老实行基金 如果你说有钱赢 真是很好 绝大部分基金 这些表现都是强差人意 不过这样 如果这件事件过去之后 基金一般有三个做法 第一个继续看淡做淡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低 第二 官网什么都不做 这个可能性也不高 第三个 重新做一个部署 随时移行 这个可能性比较高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大市很大机会 会出现一个反弹 或者一个报复式的反弹 至于 会不会发现新的中期升浪 就看看到时的市况 成交禁压而定 对后市 这些中期后市 我看得比较正面的 好 今天就到这里 这么多了 canal 谢谢大家